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早做了一个修饰 但是路股一点都不客气 今天路股也是收了今年的一个新高的走势 因此台湾包括了早盘大爷还是在留意 包括了保护生 FB等等这些概念股的演出 另外今天还有一些集团比较低价的 航空的 今天尾盘也都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走势 我们稍后跟大家再来做这样的一个扫描 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的波浪大师 炫哥好 民间来宾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OK 哇 这个完美的句点 能够让炫哥跟大家来做表达一定更为精彩 令我们赶紧来欢迎是我们的台股柯南 我们欢迎斌予 谢谢你好 炫哥 投资朋友新年快乐 谢谢你哦 这个花很多精神真的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尤其是一些大户 十户 甚至整个盘面在跟动之前 我们都已经可以领先掌握 不愧是台股柯南 五线连红在昨天就算给你听 今天这个完美的表现 我们也透过新闻 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台股的早盘 2014年封关日 投资人正式跟2014说再见 期待封关行情 但因为欧美股市前一天收黑 加上即将进入四天长假 市场关盘的气氛浓厚 电金类股都无力 只剩受贿油价下跌的航运股独立充盘 部分汽车 塑胶等传产股接棒 努力撑起大盘 挑战日线收红 但可以肯定年线 季线 月线 轴线 四线收红成功 如果指数来讲的话 大概涨幅大概80% 然后如果报酬指数的话 涨幅大概差不多是11% 我觉得其实它已经算是有交代 今年获利成长的一个动能 有没有赚到钱 只能吃吃便当而已 比上不足比下有益 年度总评比 2014年台股年线上涨了600多点 涨幅超过了7% 虽然不止于2013年 但是台股年线连三红 再度改写2007年以来 年线最长涨势 观察主力外资最赏脸 今年来累计买超3530亿元 不只创了近5年来最大买超金额 更是史上第二高 但同属亚洲的日韩股市 提前一天封关 但是表现却两样勤 日经指数在安倍宽松货币支撑之下 全年大涨7% 但是韩国首尔综合股价指数 就反倒下挫将近5% 2015年的GDP 应该会比2014年的GDP来得好 所以基本上明年的高点跟低点 其实都有机会同步地垫高 变子股应该还是会相较于 传产股来得好 影响2015 也影响传统圆月做梦行情 量力表现能否延续 小股民都很期待 谢谢叶子娟张浩普台北报道 好 回到节目当中 也代表古日现场贵人朋友 谢谢两位 今天陪着大家准备做跨年 那2014年台股涨了695点 也算是多少量低量的多头年 对 基本 如果我们回顾2014年台股的表现 如果说表现比较好的 来看看2014的 我们看2014年 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说今年所为何事 到底台股在干什么 台股真正有涨的是上半年 这边很清楚看到了 上半年就从8400 就涨到了将近9600 所以台股事实上今年的表现 只有上半年 那为何下半年没表现 如果全球都没表现 也就罢了 但是人家都创新高 有些股市 像美股就创历史高 那下半年这个 风鸟 风鸟 鹿股就涨了五成 对不对 台股所为何事 你看台股陷入一个 长达半年的整理 那为什么台股需要半年的整理 因为我们有一个 大家没有的叫做选举 就为了11月29号的选举 台股的走势 因为台股的股市 经常跟这个政治密不可分 甩都甩不掉 最后厉害 那台股下半年在干什么呢 在第三季 这个位置 这是第三季 就在9600到9000这个区间 形成了一个头部 这个头部很显然 有人在那里是获利了结 收割 头部的特征就是主力收割的痕迹 所以我们导播这个K线就是缩小一点 我们就这样一年这样来看 画起来就格外清楚 所以我们发现 原来今年涨了上半年第三季 有人落跑 为何落跑 反正你就可以知道 真的做到6月30 你放暑假就对了 就这样嘛 对不对 就放暑假 你看789 789是一个头部区 这是7月高 这是9月高 对不对 789不是就做了一个头 那如果这样讲 这是9014 上面就一个头 那这个地方就是有人调节 你卖了多久 卖了一季 就是三个月 所以到了第四季 你必须有一个 那要买回来 如果你卖了不买回来不行 对不对 好 这是卖的 对 好 那这个是买的 对不对 这是卖的 头部区 这样乍看 很有道理 可不可以重新回到2014开始 我就会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你第三季卖的 现在看起来第四季都买回来了 没错吧 你这样看 你卖的空间是 时间空间是这样 那你买的时间是这样 那我们假设主力都是对的 所以高点都算他卖的 低量也算他买的 他就利用我们不敢买的时候他买 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买的呢 因为我们看到一年来 就是今年以来 有一个最低量在这里 对不对 一天的低量是没什么 就是因为你说 没有 全世界都放价只有我们 我们在开工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有300多亿 但是连续三天都是低量 你怎么看到 对对对 这连续三天 你这样再换过 今年最低量的竟然在上个 就是上个礼拜 对对对 就出现了 你说这个低量是什么呢 而且还搞了六天的交易 是台湾的投资人 或者台湾市场的投资人 全部不做股票了吗 错 因为这是矛盾的 怎么可能会不做呢 这样各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质量不昧定律 可能很多的投资人 选择我不要 不玩了 但是你一定是 你不是抱着股票不玩 你就是卖掉股票 不玩了 但是质量不昧啊 你卖掉的股票 一定有人接的嘛 如果很多人都不要 那一定有很少的人 接好多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不要 不要的人选择说 我看没有明天 所以他不要 种种理由 他觉得我不要 那你不要 就有很多人被迫要嘛 他就买回来 所以该卖的也卖光了 该买的也吃饱了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 那在市场啊 因为不要还在卖的人不见了 因为他卖完了嘛 那因为要买进的人也不见了 所以市场剩下300多亿 为什么 我仓库已经买了 我该买的市场的筹码已经被我收光了 那市场投资人说我也卖光了 这个就是最低量的写照 OK 就是说 这个不是说市场没有量 这是没有交易量 发行量没有改变 没有交易量 就代表有心人全部吃进去了 好 量出来 结果呢 它涨上去了 现在这个底已经出来了 这个我们很重要的 这个9251 对不对 这个底不是已经出来了吗 好 我三个月的头 必须打三个月的底 好 那打三个月的底 可以支持三个月的行情 对不对 我这里不是应该在 这一颗 就时间在这边消化根 对不对 对 因为有这一个 所以必须有这一个 有这一个 未来必须有这一个 这是第三季 这是第四季 OK 这是明年第一季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这样说 一个力学跟时间跟原理 对不对 不然这个买的人要报哪里去啊 他当然在明年第一季这个地方 报跨年 再把它拉上来 要获利了结啊 好 那这一个底 我就先讲这一个 这是8501 OK 投资票自己算 计算机拿出来 9201加9201-8501 会得到一个数字 我先讲这样就好 这个 这个密码 大家可能有人 透过非凡上的周刊 知道有这个密码了 对对对 反正就是这个还蛮对称 蛮漂亮的 这在明年第一季 有人说你太乐观 待会再说明 我从来不会太乐观了 所以占万点真的会 对 因为该保守的时候 我比谁都保守 各位民间应该清楚 在金融海啸发生前 在那个9000多点的时候 我们大概讲了三个月 要退 那个煞车才好久 危险 危险讲了三个月 讲到最后 我说我的心境叫做无语 问长天 因为天下人没人相信 所以我绝对不是太乐观 我不会 该 该 该 风险的 那时候你该保守 不该保守的 你不能乱保守 因为你该保守 而不保守 你就会冒风险 然后 你要勇敢的时候 你不勇敢 你就在 该保守的地方 你就会变得很勇敢 好 所以波浪大师林荣炫 2015年上半年行情预测 其实我们有特别 消化几天 还在企划当中 跨年之后再为大家准备 但是都还在企划当中 我们现在还在思考几破头 当然明年 关键的一年 如何的关键 我们有再给各位叙述 详细的内容 DVD一定有 非常谢谢宣哥 那我们再拜托柯南 也来给我们看看 2014年 今天的一个封关 大家其实早上 也可以知道 亮一定说 这真的不是新闻 对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过去这2014年 一整年的时间 我认为这句话很贴切 那就是 三穷水富 宜无路 但是如果展望未来的 2015年 那就是柳暗花明 又一春 所以说对于 未来的行情走势来讲的话 我仍然是相当的乐观 重视过去 这一整年的一个时间 我想有成果 但是不见得让人很满意 但是过去 你们这些人很难相处 最低8500 这个你没看过 三四千年 最高9593 我的意思说八九点 你们还在嫌台股不好 事实上是表现不会太差 但是问题在于说 大家都没太到质 对 那个量能放不出来的情况底下 你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在市场上面 过去这一年以来 能够尝到甜头的人并不多 最主要的财富 都集中到外资的手里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大盘的K线图 事实上大盘过去来讲的话 刚才如同学哥所讲 涨到9500之后 出现一个回挡走势 8500点之后开始往上形成 盘间的一个走势 如果我们回归回去看一下 OTC指数的一个变化 或许大家就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说 为什么我这么形容 你会发现到过去这一年来的时间 事实上OTC指数 它的跌幅或整理的一个期间的话 比整个大盘是来得深 也来得久 也就代表什么呢 其实我们整个的加权指数 以大盘为例的话 它就是一个全子股的一个缩影 那全子股这个区块的话 大多数是外资所在做一个操作 那反而对内资而言 大多数是琢磨在中小型股里面 所以就代表说 过去这一年外资他们赚得多 但是在市场量能不出的情况底下 内资大多数是处于一个观望的格局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讲说指数的表现不错 但是未见得每个人都有赚到钱的原因在于此 那再来讲到说过去这一整年以来 整个台北股市另外一个特色 我认为就是人工位很重 为什么说人工位很重呢 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大盘 它过去每次打到低点走势时候的样貌 比如说如果我们放到这个区块来看一下 所以一点都不天然 对 不天然 你会发现到每次来到那个技术分析 关卡显要的地方 明明前一天还是一个黑K打底 甚至要破底的格局 隔天就一个小红K帮收脚之后 直接就开始往上走了 不是吗 这一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明明是一个破线的格局 当天还是一个长黑K的贯穿 隔天马上收脚 一波就往上拉抬了 甚至如果我们再往前回推回去看的话 类似像这样的格局在今年度 好 这个地方 每次这个地方 这里明明是已经做了一个头论 对不对 往下形成破低的格局 长黑的贯穿 但是一根长红的收脚 它又马上直吻下来了 这里也是 有利人士吗 有利人士才有这个力量 说 所以为什么 就拉说扯就扯 说拉就拉说扯 对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 台北股市在去年一整年的时间 人工位很重的原因就是在于此 因为它颠覆了过去 比如说我们在技术分析上面 所看到的一个常态 那大家会去思考说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就如同刚才我所言 我认为说 现阶段的努力 是为了要未来收割来做准备 我们春更 然后秋收 然后冬长 过去这一整年 在这个地方酝酿整理 甚至有一些洗盘现象的一个产生 让市场上面的筹码展现出非常高度的一个稳定 那等到明年度整个行情走势要开始做攻击的时候 就会开始展现出它的爆发力出来 所以其实像过去我们在股市现场节目当中有讨论到 有很多股市当中的利多措施 或许刚推出来的同时 大家会批评或诟病觉得说 哎呀 不好啊 你提高融资限额 我现在就做不满了 你还要提高干嘛 但是搞不好 未来这些都用得上 哦 是为你先做好准备 是 对 所以的确就像你说 过去这一整年台股的这种人工甘位真的很重 因为呢 这么低的成交量 指数能够在8500到9600 好不好 这个空间 这么低的融资额能够维持这样的指数 真是台股 对 史无前例啊 一战啊 那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 它的筹码其实是很稳定 没有散乱的 过去来到9000点以上 大家想想看那一种爆出1500 2000以上大量 筹码散乱 这一次是完全的不同 因为如果翻开台股过去的一个经验 指数要维持在9000点之上的天数 其实是相对比重很低的 对 那我们今年可是时常 一整年就是在那个地方 8500以上盘盘盘盘的大半年以上的时间 掉不下来就是掉不下来 我再讲下去 我们炫哥在偷笑 这是他的专场 OK 留在稍后的一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看看2015年 马上回来 台股2014年的指数上涨695点 年限连三红 报酬率约8.08% 在亚洲主要股市表现中超过新加坡 仅次于中国大陆的49% 与日本的8.8% 台股一年的市值增加超过2.3兆元 以2300万国人计算 平均每人财富增加超过9.5万元 而以943万股民来计算 每位财富增加24.8万元 而台湾最大全职股台积电印尼 也大涨超过三成 缔造142元的新高价 国一党就贡献台股市值超过1兆元 而社会苹果产品全球热销 台股股王大力光 今年全年涨幅97%接近一倍 等于年初买一张大力光报股资金 每张至少赚近118万元 华尔街日报报导 鸿海的许多海外大股东政基金 要求鸿海必须提高股息 与加强公司营运的透明度 可能让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承受更大的压力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说 持有鸿海2.6%股权的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机构 布莱德公司程式下 拜访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要求鸿海多动用公司 约170亿美元的现金 提高分配给股东的股息 对此鸿海回应集团重视 所有股东的意见 必须评估是否符合 全体股东最佳利益 并经由股东大会同意 汇丰今天公布 中国大陆12月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值 49.6% 创8个月新低 且新印单指数跌破 融库限制49.7% 美国40年来 一直禁止多数云油的出口 然而欧巴马政府 终于对开放国内云油出口的 压力低头 可能开启超轻 职业引油流向全球市场的闸门 宏达电官方微博 正式发布美国消费性电子展 CES邀请函 暗示将于1月5号 在拉斯维加斯发表Desire新机 华硕自汇机在大陆销售表现告捷 据了解华硕飞马 首批被货上架及秒杀 市场预计中国大陆市场的反应 及热度不坠 将为华硕明年全球自汇机销售 倍增至1600万只增添彩火 你知道吗 变频冷气日本进口非常稀少 日历变频冷气引进日本技术 研发第一台变频三合一空调 冷气暖气热水 日历变频冷气销售第一 Wilkins Why are all my tires Dunlop? 强热安全 爱车之选 Dunlop Nieu月家具设计中心 火地全开 台北怕得管 一湖管 新装管 台中宽众管 快美 地表最强老爸 凌恩尼讯 Zoon everyone you love will be dea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法国领导 卢北松监制编剧 1位9号 即可救援3 纽约家具设计中心 台北市巴德馆 新开幕 台北市巴德鲁 龙江路口 8点到10点 非凡主持现场 冬天到了 好想用暖气哦 来救部 现在买大金冷暖 变频空调 现买现扣 最高2000元 单冷冷暖铜价 温暖你的心 夏天舒适 趁现在 帮你一起帮带 听 DHC营养补助食品 机能高效率 在日本超过千万会员 持续回购 见证有效 专业健康安全 日本食用率第一 全家庭的上 健康外面的宝座 27662000 姐姐妈妈 动起来 DHC营养补助食品 统统七九折 我要发达 我要发达 来来来 光泉送你千万发达金 现在买光泉 有机会抽中千万购物金 周周抽百倍现金 投奖独得三十万 年终千万要发达 光泉千万等你拿 2014年转机股当道 创造不少市场惊奇 2015年呢 哪些转机族群 可能出头天 2015年如何布局投资 重点产业景气怎么看 这家在非凡商业周刊 为您细说分明 北京全力抗埋 谁是台股抗埋的受惠股 华博富民非凡商业周刊 杂志社 华博正好19006748 筛选电话 022766 0800 022766 0800 2014年亚币竞扁会战 如火如荼 日本猝扁 韩国不能输 台湾当然不缺席 比比2014年表现 虽然12月31号 新台币早盘一度狂升1.78角 五盘占收31.6元 对一美元升值1.66角 但今年来 蝙蝠高达5.51% 相较于早一天 封关的韩元 蝙蝠打4% 以及创下5年来 首度全年贬值的人民币 累计贬值超过2% 新台币蝙蝠较重 不过亚币中 贬最凶的还是日币 今年来贬了17.6% 恐怕到2015年的上半年 还是会持续延续 这样的一个进贬的走势 因为日元也会持续的 往125块 甚至到130块的一个 日元的空间去走 所以相对又有一层的 一个贬值的幅度 那这样的话 亚洲货币相对也会跟进 贬值5到8个percent 专家认为 明年亚币将持续净贬 美元独强态势不变 预估明年将升值8%到10% 美元指数可望达97到99 日币则会继续贬值8%到9% 而今年贬幅相对轻的韩元 也将会跟进 补贬大约一成 人民币则是上半年续贬 下半年转升 值得注意的是 人民币波动将会变得剧烈 因为2015年1月1号开始 银行外汇款项管制将会放宽 至于新台币 会议人士预估将在 32.5到33元之间 命令专家陶文 最新2015年金融预测出炉 则预估新台币会价 将面临不得不贬的强大压力 尤其第三季将看到34元 美元还是笼罩在所谓的 即将要升级的一个题材 所以美元会一直独秀 美元竹墙 那下半年的话 因为美国美元已经 累积了一整年的一个多头 所以尤其在第三季的话 有可能会稍微 所谓进行所谓的 中期的回档整理 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 205年美元将会独强 亚币竞扁尚未停止 投资人需多加留意 七长万千 陈玉智 台北报道 好 2014年算是惊心动魄的一年 我们看到从亚币的一个贬值 大家也透过镜面 哇 这个尤其是日元 真是吓死人了 一年贬了一成 那当然最后台币 在倒数一个月 也呈现了一个加贬的一个表现 那包括韩元人民币 就是亚币今年的一个表现 OK 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 那炫哥刚刚真是不好意思 在你面前谈台股过去 9000点的那个风景 那是你的强项 我们竟然还讲得这么开心 没有 比你讲的首为盛世 为什么 那个就是一个写照 投资人的写照 就是说 讲起来你说 怎么会这样 因为他骗得很凶 骗得很凶 人家讲人家说是骗得很凶 你看日线 你看最近日线 OK 这个你看看 我说 有研究技术分析的 你看看 8501落地 对 这里一根长黑 吓死人了 而且为什么会吓死人 开很高 杀很低 开很高 一路杀低 收最低 这样会吓死人 老前辈说 掉下来的刀不要剪 你会屏息以待 等你还没透那个气 第二天开高就一路走高 就不等人了 这个叫做 以退为进 那不剪刀子 你就没得剪 好 你再看这一波 十天前 这一根 如果你要长 干嘛杀这一根黑 还真黑 对不对 而且这一根黑 还把所有的均线 跌得一条不深 你杀这一根黑 你所为何事 外资一天没台没钱 好像吃错药 倒出一百多亿 就是这一天 对不对 是不是 好像气了了 对不对 所有线都破 所有的均线在这里 全部都破 干嘛灌杀 开平一路杀低 收最低 结果你看 杀了一百多亿 从来没听过 四个半周头 把你折能半死 你有想到 第二天开始 涨到今天 没有低点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叫技术性 这个已经是对立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我刚刚形容叫什么 这是一个狮子要吃狮子的时代 30年前 狮子要吃东西 很简单 这个信手年来就有了 黏羊啦 小白兔啦 那时候小白兔很多 那个小白兔觉得咸菜小 吃羊 吃鹿 都很好 对不对 但是台股经过30年的 严重淘汰洗盘之后 这个小白兔绝集了 绵羊也不见了 鹿也没有了 连狼都死了 那个老虎变体鳞伤 现在的万物之间 这个地球上剩下一种生物 叫做狮子 哇 那我要为股市现场 所有的观众朋友喝彩 对 所以同学朋友 不能忘字回过 各位都已经到狮子等级了 为什么 经过30年 上冲下息 走错又揉 还没有被淘汰出场的 这不是狮子是什么 这个就是狮子 所以现在市场剩下狮群 狮子吃狮子 所以同学朋友就可以理解 狮子吃狮子的手法 绝对跟狮子去铺羊的手法 完全不同 我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狮子吃狮子的手法 对不对 以退为进 瞒天过海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个所有骗人的伎俩 13个骗人伎俩 全部用尽 你过去一两年 你就会发现 那个欢脸像